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只为功夫人定制的服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国际规定五段棍树课程班 我是今天的主讲董教练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段棍树的第三段 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功夫者官方网站 如果想和更多的功夫爱好者去交流的话 大家可以去功夫者QQ聊天群 也可以去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或官方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为您奉赏 好我们现在开始 好下面是慢动作讲解 我们接第二段 如果要是第二段的结束动作 如果有些模糊的话 大家可以翻看前面的视频 第二段做好平衡 然后左脚落地 然后转右脚 再过来 这个把离开继续转 离开身体上在空中也是一样转 然后做好马步以后 棍是平的立在头顶 然后这个时候放松到这边 然后发力变弓步 发力变弓步 打过去 打过去以后上步 一 二 云棍 云棍以后把棍立在胸前 跳摔棍 这个先把我们的左手啊 先这样滑出去 看这个动作 滑出去 立圆 注意不是滑出去 不是马上就是一个平原 好吧 这个滑出去 跳立圆 步步摔棍 摔棍之后呢 起 站起来以后把右手啊 离近左手放在自己的腰间 做这个动作 好 接下来是一个左边的横的扫棍 一圈 继续然后做成公布 公布以后啊 这个棍放在左肩 好了 然后 在另外一圈向右边接着扫 上左脚 扫棍 继续到右公布 然后把棍放在右肩 好 这两个动作连续给大家做一次 摔棍之后 然后 看 把棍放在右边 然后准备扫棍 公布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啊 右手 左手放开 右手 经过自己的头顶 上左脚 也就是把棍呢 从右肩 然后换到左肩 带腰 以拉 旋转 啊 做好我们的 右边的轮棍 然后做公布推长 好 这个动作 我再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慢动作 滑过来 绕个头顶 拉 旋转 推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第三段的这个慢动作讲解完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把第三段啊 录制一个小的一个家庭作业 在大家做的时候 注意一下 在一个 呃 我们做一个这样平远到立远 然后做瀑布摔棍 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说把它来回的也是做六个为一组 做三组 下面我把这个家庭小作业呢 做一个小的示范给大家看 这边开始 上左脚 并右脚 上左脚 并右脚 平 横过来以后 提 立远 然后做摔棍 好 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次 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公布者官方网站 如果想和更多的公布爱好者去交流的话 大家可以去公布者QQ聊天群 也可以去公布者微信公众平台 或官方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知识 为您奉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